2018亞洲小姐競選香港賽區10位候選佳麗 這日首次會見傳媒 當中有不少佳麗是落選的香港小姐 包括9號的李梓玲 還參加過中國小姐 我之前有參加過中國小姐 我亦都在這個比賽中贏到一個公益慈善大獎 更加代表了香港去宣誓 承諾會做多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動 另一方面曾經去面試過香港小姐 亦都進入了第二輪的面試 都是一個挺好的經驗 不斷地參加選美 是甚麼原因驅使你參加亞洲小姐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有一個演員的夢 我希望透過不同渠道可以實踐這個夢想 成為一個演員 而一樣是落選港姐的2號梁雪瑤 和3號張靜欣 又是甚麼原因驅使你們來參加?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想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因為很想能夠在一個選美比賽中勝出 以及很想成為一個藝人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今次亞洲小姐的比賽很吸引 可以去韓國 又可以跟星級導師去學Catwalk 學跳舞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經驗 因為我對亞洲電視台有信心 今次舉辦這個選美 還會與韓國的官方合辦 所以之後的一連連串培訓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終身受用